主 这是松鼠桂鱼 您尝尝 这个烫 小心着吃啊 我怕您天天吃这些腻了 要不 停亮天余霞 不能停 怎么了 主 这儿 嘴里像是找了东西 一咬就疼 太医说您是怀了孩子火旗大 才会这样的 想必怀的是个阿哥 要真是个阿哥就好了 看他们谁还敢瞧不起我 我再多吃点 来 孩子聪慧健壮 皇上才会喜欢 多吃点鱼 人贵方正 字也是如此 是 母亲 怎么了 这几日 儿子下学回来 都闻到颜禧宫前 欣慰不绝 五金命人给你焚香 入冬了 放些水仙花在你屋子里也是好的 听说 玫瑰人这一胎 胎像不好 老闹不舒服 又听说 都吃鱼虾贝类 可以生出聪明健康的孩子 所以才天天经过颜禧宫送这些新物呢 玫瑰人为了孩子也是情理之中 对了 姐姐 没贵人抱恙 咱们是不是应该过去看一下 我听说 纯凭还有家贵人 常常往永和宫跑呢 自然 咱们也不能失了礼数 我这嘴上的撩泡起了老大两个 说是涂了薄荷粉可以消肿 可也不见笑啊 连吃东西也妨碍 这可不行 若是吃不下东西 你们母子俩的身子都亏着呢 纯凭娘娘 这都一个多月了 贫妾美美夜不能寐 醒来又觉得头昏脑胀 现如今手也开始发抖了 妹妹不必太过紧张 怀着身孕总归是不舒服的 有这么多太医在呢 一定不会有大碍 还说呢 定是太医无用 否则怎么会治不好我的病 贵人息怒 贵人种种症状 借由怀胎引起 等到瓜熟滴落的一刻 次是会好起来 是啊 再说你怀的是头胎 会更难受些 且看这种种不适的症状 多半是由体热引起的 像是男胎呢 都起来吧 是 都这么说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纯凭是养育过阿哥的 不会有错 贫妾记得 纯凭娘娘在怀三阿哥的时候 身体也老是不舒服 孩子生出来反而更健壮呢 那就好 今日怎么不见贾贵人 他呀 他听说你身子不安 说是去寻些红身 与你补身子呢 家贵人嘴快 倒是个实心人 要不是那日 他逼着纯凭娘娘细想 吃什么对孩儿好 纯凭娘娘你 哪想得起鱼虾这些 是啊 说起来呀 家贵人真是不错